婆婆妈妈最近上菜市场有没有发现 蒜头怎么变这么贵啊 确实国内最近蒜头价格一直不断的标出了天价 尤其从6月份开始就一路涨涨涨涨涨 涨到今天已经是一台银来到了240元 这恐怕比市场的鸡肉跟猪肉还来的贵 这可把婆婆妈妈们都吓坏了 不过这原因到底是什么 农委会农粮署就说了 国产的蒜头4月就已经采收完毕 产量也跟往年差不多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外国的蒜头 它的确是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也因此带动土蒜头过不了检验关卡 进口量是去年同期的六成 导致价格持续飙涨 蒜泥白肉没有这把蒜泥 那味就是不对 蒜头鸡汤没有几颗蒜头 那汤就是差了 但是一听到买蒜头 妈妈倒抽了一口气 最近买蒜头有吓到吗 有啊 有啊有吓到啊 怎么那么贵啊 比肉贵吗 对啊 比肉贵 大科的一斤三百多块 现在三斤一斤多少钱 一斤八斤 一斤多少钱 一百六 蒜头真的算你狠 比肉还贵 六月美台金六十 七月一百六 一路不回头到现在算半 美金两百四十元 而且天天都在涨 算半打从八号 美台金一百八十六元 隔天两百二十八 到十号两百四十块钱了 让买了好几包水饺的妈妈 好骄傲啊 家里头的蒜头 还有牙香宝 蒜会涨这么多 国内蒜头的产量 跟往年是差不多 差多的是进口蒜头卡关进不来 只进了去年同期的六成 今年五月开始 从埃及啊或是西班牙 一些进口的大蒜 因为有带涂 那所以没有办法通过 南部很多地方都 几乎蒜头都出光了 有可能到年底 就没蒜头吃了 哇 恐怕大冬天的 要喝上一碗蒜头鸡汤 真的只能算了吧 华尔新游黄美慧 方七年台报道